這是基礎的染髮 基礎染髮 染色的基礎 現在我們來講 花瓣還是一個葉 你要看它是邊還是裡頭的線 像這個轉彎這個不是裡頭 不是邊這個是植物 這個是邊 葉子這個是邊 這個是裡頭的葉 這個不算 中間這一條線不是邊 這個才邊 不管是臉還是衣服還是花瓣還是葉子 都是有分的 什麼是邊 我們是以邊三分子 中心來算 一個中心這一條線 像中心這一條線 這個一半一半來講 邊到中心分做三等分 三分子從邊算起 三分子要上水 從邊上起 三分子要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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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的染色 第一次的染色就這樣染 按照這個花瓣的形狀 或者是葉子的形狀 你看我們到三分子要上水 從裡頭到二分子要上水 三分子要上水 就接到水 因為三分子要的地方是中間線 這個是旁邊折起來的一條線 這個花瓣的形狀是這樣 所以這個三分子要都上水 從外面算起來 三分子要上三分子要上三分子要上三分子 跟這邊三分子要上三分子要上三分子要上三分子 這道的水 有水這道的話 這個都印出去了 這個是要給它這樣 接上它才會容易洗開 這樣第一分已經溶出去了 我們現在就是以上顏色的邊邊算起來 兩分後的一分進來 進到有顏色 拉到沒有顏色的 進來有顏色拉到沒有顏色這樣 注意的是這個洗筆的一定要粉乾 不要太濕 太濕會把顏料擠回中心 就是拉出來三分子要上三分子 拉出來兩分進來兩分 拉出來兩分進來兩分 拉出新的地方兩分 進來舊的地方 再出去新的地方兩分這樣 來回的這樣做 來回的這樣一千 這樣因為這個範圍大 所以你可以再回來 回來也是兩分進來兩分出去新的 兩分進來兩分出去新的 所以每一次回來一次 去一次都是有新的兩分出來 但是要回到舊的兩分 不是回到圓點 就是進來兩分出去兩分就是 那再來你還是要出去兩分 進來兩分進來兩分出去兩分這樣 這樣一千 再回來一千也是出來兩分進去兩分 你這樣你有沒有發折到 你的顏色一直淡下去了 那這樣開始你就要停起來 因為你這個上顏色的地方 跟這個水這架的時候 你夾子沒有弄好 水洗筆太多的話 就會像這樣擠回來一條線 這個時候你筆不能用洗的這樣來 你要用剝的 這個地方很重要 要用剝的 用彈的 不是用洗的 用彈的 把它彈均勻 不要一下子彈到最旁邊 慢慢的彈出去 彈出去 彈出去 彈就是沒有尾巴的 就是把它剝均勻就是 往外去暈 因為它外面有水 裡頭是乾的染色 所以乾的碰到有水的吃的 它就會把顏料擠回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步驟 因為失敗 都會失敗在這個地方 這樣喔 差不多均勻 你這個時候 你筆要擦乾淨 擦乾淨 假設你現在你的筆太乾了 你就洗一下 沾水一下 但是要弄得很乾喔 這樣濕濕的 把這個 剛才沒有做完這個 要留白 我們量的地方 這個是流量的地方 叫做留白 我們要沾水把它沾滿 這個為什麼要沾滿 就是預防它不會敗筆 它這個顏色才會 沾到水它就會陰出去 但是要注意 這個旁邊是最好是留純白的 它才會亮 你要回頭再來看喔 它又彈回來了 我們再彈一次 這樣就減少那個主的傷害 又會均勻 這個公平化的染色 這個是基本染緩 再來就要注意 第二是乾癌以後你要染的話 你要最先你是染色是染到最 第一次一定要跨出這個地方 第二次一定要跨出兩分 假使說第一次是染色染到這個地方 染到這個地方 假使染到這裡 第二次你的原料的染色 要染到這裡才洗出去 第三次的染法 你要一定要蓋過一二三 你要染到這裡 你這樣算來 你怎麼染幾次 這個都比人家多一次 都有這個層次 才不會說都染在這裡 都染在這裡採洗的話 會像日本國旗這樣 紅紅的長在那裡 不會像這樣剖開 第一次我們是染到這裡 第二次要染到這裡 第三次要染到這裡 第三次就是你全部染還是少一次 就是要記住這一點染色 這個工費化的染法 不只染一次 要染到顏色夠 為什麼是顏色夠 顏色夠就是說 像你煮菜 煮一次煮兩次 煮到味道夠 才是完成 像你這個是第一次嗎 這個好像不是 沒有你這個是第一第二第二次 有人分染幾次 這張好像沒有分 這一張都全部完成 都染五次 這個人完成 KlimGingeression 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差不多第一次 這個是染第二次 第三次 也第四次 那完成差不多是这样 这样才完成 这个有了 这个是第一次染的颜色是这样 第二次染的颜色是这样 第三次就比较深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不管几次 你就要一次比一次要这个要宽要宽 这样才对 这个就是要练习的基础 这个是练习的基础 这个做得好 那你就不管是染叶子染花瓣 都会染得很好